姚元昊 歸縮159天 首彈分手 問隨堂美工刀說 鎖喉啞口 我是姚元昊 犀利人妻號男主角姚元昊 自隨堂5月3號成人分手 歸縮159天後 終於選在雙世國慶 為新戲宣傳時開口彈琴辯 我這次在拿紅帽 和小野狼裡面飾演的是一個 富黑男 但其實很簡單的 就是一個新戲 新戲有宣傳到就好 是說他總該交代一下 和舊愛與新歡之間 究竟出了什麼狀況吧 我覺得之前的事情就過去了 就... 就謝謝大家的光臨 你今天就是要用這兩句話 對 你放掉了嗎 是 你也對 沒有 用這兩句話好帥 就跟兩個主角都沒有在聯絡嗎 是啊 好 這房間裡沒有聯絡 什麼東西 這房間裡沒有聯絡 你說現在啊 現在沒有聯絡啊 現在就很少 沒有啦 幾乎沒有 幾乎沒有 今天心情蠻清楚的 蠻難真糟的 比較誤解啊 其實我覺得中間的過程 有很多事情 我相信你們都很清楚 我覺得 你們都不寫出來啊 我怎麼會寫出來 我們都很清楚 哪有 哪有 我覺得很多事情 不是你們寫的這樣 像這樣 我希望我未來的男朋友 是那個 有間房間 有間房間 你會不會覺得他委屈 不會 不會 我會覺得委屈 不會 我願意蓋瓜 承受這所有的事情 我是一個男人 所以我覺得很多事情 我就 讓我自己開始 承受這件事情就好了 蛤 這個也不說啊 那這一個經典名句 他怎麼說呢 你覺得我只想 我的心像 你的美工刀在割著 我的心真的都好像 被那個美工刀 再一筆一筆的 再繼續的割著 為了洗禮人7號男主角 現場媒體陣仗實在驚人 甚至還有兩部 SNG車後駕呢 好 這個我們也穩 穩 穩 那三位也講一下 我們這次戲裡面的角色 還有一些 他們是講過 不好穩的 蘋果宇樂新聞 無聊到低頭 玩指頭八道 玩手 玩手 玩手